第一條問題就是你對女同性戀者有什麼看法呢? 我覺得現在社會上這件事越來越普遍 那你認不認為女同性戀者是異類呢? 我好像媽媽這樣說,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普遍的事 所以我覺得這是什麼異類 你開始感覺到自己是女同性戀者呢? 十三、四歲左右 那你認不認為你是一個天生的女同性戀者呢? 我不認為,因為我小時候說是女同性戀者 那你中學的時候,你需不需要隱藏自己的性戀者呢? 不需要,因為這些是女後,這些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 那你認為同性父母和生性父母和婦女一個小朋友方面有什麼分別呢? 我覺得最大的分別是教她們怎樣去接受她們的一件事 就好像有一個家裡有女的爸爸或者有女的 那你怎樣告訴你的家人呢? 還有他們有什麼反應呢? 我還沒有告訴我的家人,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現在還未在一個適當的時候 我覺得我遲些會告訴我媽媽不知道 那第一條就是,你對女同性戀者有什麼看法呢? 我覺得沒什麼的,我都是接受的 那第二條就是,你會不會覺得女同性戀者是一些異類呢? 我覺得都算是,因為她們不跟著這個社會的道德標準 因為男人應該跟女人一起,可以反而下代 那女同性戀者好像不太好 嗯,令到一個人變成女同性戀者呢? 有什麼因素? 我覺得就是... 第一,是家庭因素,不是單親家庭的 那她...家裡不可以跟媽媽的 那她要做老大老的老式 那會變成男仔一點,就是想不太好 請問你有沒有朋友是女同性戀者呢? 有啊,有女同性戀者 那你跟他們相處的時候呢? 你會不會對他們有戒心有戒替 不會去...對他們... 就是,你自己跟他們相處呢? 那又不會啊 就是...他們女同性戀者都是人來的嘛 那我們... 你不會因為她是女同性戀者而歧視她 以及不跟她玩的嘛 而且她可能突然之間... 就是女同性戀者... 她也不想的 那沒有問題的,我覺得 OK,感謝你 那第四條問題呢? 就是問你... 你如果你的子女變成同性戀呢? 那你會怎樣做呢? 我都說了,我是媽媽 我一定不接受 我會教我的子女怎樣好怎樣不好 但是... 但是... 我都會接受 是她自己走到自己的路 是嗎? 其實她開心,我覺得就可以了 但是我就不會說 我接受啊,我可以這樣啊 我就不會這樣啊 我就會教她說 為什麼...為什麼... 第五條呢?就是問你 你覺得女同性戀是否一個問題呢? 那為什麼呢? 我不覺得她是這個社會的問題 是她自己覺得... 成年人... 她自己懂得想法 她自己的思想 她自己會知道怎樣好 還是不好 怎樣...